Odia Jungle 可以说怀系救援遍布了北洋海军的舰队及个职能部门,他以丁入昌为北洋海军提督,同时又规定,海军提督受制于北洋大臣,动辄必顶命而行,其大妹之子张世衡为天津军谢局总办,负责军火供应,沿道红卫提标中军参将,兼礼两享事宜,留寒方卫登来青岛,监管留宫岛水路营物处,宫兆宇为北洋敌前营物处兼旅 举顺传务总办,张文轩为北洋护军统领,这样以兵入昌为代表的怀系将领,在北洋海军中形成为一支主要势力,李鸿章把这些昔日同他共患难的顾力,亲属,乡人为以重任,不满北洋海军要塞,一者是偏重义气,更重要的是控制北洋海军,但北洋海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兵种,在运作的过程中,必然需要有近代的科技知识,以及掌握近代的科技知识, 海军军事理论的将领作为总指挥,但丁汝昌系陆军航母出身,虽然在正式出任提督前,有过一段办理海军事务的历练,但未设海军门禁,对于复杂的海军专业知识之之身少, 进行管理训练,以及指挥海战自南得心应手,一路将指挥北洋舰队,在北洋中难以得人信服,特别是更难以取得,受过海军正规教育的管带群体的信服, 光绪二十年,福建道律室安危剧即止,出,丁汝昌性情浮华,毫无掏掠,虽为海军统帅,而平日速捐剧赌,并不在营中居住,且一登兵轮,即换头昏之急,左右一总兵林太僧,刘不缠,倾其为人,不服调遣,但丁汝昌也很超脱, 他因为甚至自己不懂海军业务,所以也很看重管带们的作用,反管操练及整顿事宜,西伟部产主持,同时,由于免籍军官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, 他们逐渐成为了能够左右整个舰队的派系势力,且以人多势众排挤非免系官兵,使得北洋舰队内部矛盾已成功开化,甚至是得丁汝昌为其所致,威令不行,免籍将领的过分自大, 结党行为必然是丁汝昌,感到其权威遭到了挑战,同时他毕竟也是江场出身,其军旅资历和带兵经验,对于驾驭整个舰队,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, 李鸿章当初安任,他也是出于此层考虑,所以丁汝昌与管带群体的矛盾就必然时有发生, 这极大影响了北洋舰队内的指挥系统和管理的效力,导致指挥系统不灵,运营影子。